下一周全国将要上演一部悲剧大戏,开旋,到时候估计南墨女类,或45度仰望天空,或低头暗声叹息,还时不时的仰望前方。 这世界最近的距离就是放假到开旋,最长远的距离就是开旋到放假,呜哈哈,回想整个暑期到,除了古装戏就是玄幻剧,幸好还有个近东的守卫者浮出水面,让人耳目一新。 这个旋一句,看得倒是惊喜,毫无料点,追到今天,还差两几手为这浮出水面就结局了,近东大大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霸气。 不过,我却对刚爽的肖类,有一丢丢的小同情,那可不就是曾经的自己吗? 青色菜鸟一个,我是织成菜鸟肖类的分割性肖类,是近东手下的程序员,自带带蒙属性,第一天跟米小冉过招,就被人嘎啪啪。 那副不服输的小表情也是太可爱,此时的内心OF,被一个黄毛丫头对了,以后在圈里不要过来,行动失利时,女魔头一个铁,沙掌可把坐在一旁的销位吓坏了。 担心自己小蜜不保,悄无声息的也往桌子底下出流,一米八零的大块头,硬生生,把自己拧巴成那么一坨,可怜的是还让女魔头发现了,二三三三三三,真是笑得颤抖,心疼宝宝三秒钟。 别看她平时烟不拉急,只知道哼哧哼哧干活,可是碰到米小斩,那舌头灵活着呢? 小眼神立马就飞起来了,段子那是霹雳啪咯拉成片子往外蹦,两人估计是上辈子冤假。 她俩的日常都是用尽了生命在户队,这脑洞,一感受下,别看小尾嘴损着呢, 没想到对哥妈还是挺义气,加班冰烧,夜里加餐,米小斩虎她穿多她客奖点餐,拍着胸腹说她请客。 其实呢,买单的另有其人,小蕾能炸哥妈便宜,最后只穷嗖嗖的给自己要了个牛肉面,还一个叫大叫多加肉,多加肉,多加肉看着屏幕上, 下意识咽口水的小蕾,我真要忍不住笑屎了,简直太纯蒙,聊,暴走。 小蕾可不止个简单的吉祥物,只知道卖萌,人家可是个正儿八经的实力技术担当。 你看他认真起来也是帅到飞起,数据比对,分析结论,在毫厉之间揪出隐藏其中的真相,用证据说话。 很多人都说,小蕾就是曾经的你我,干入职场的菜鸟不就是这样的吗?被人叫到少说话。 多做事,每天起得比鸡早,吃得比猪菜,睡得比狗啊,是不是你,是不是你? 看着剧中兢兢业业,敬意求精的香味,仿佛回到了曾经那段《安无天乐》的时候,每天过得就像是个好奇宝宝,不用害羞,谁还没有个青涩的时候呢? 你看发气预解也还不也是从一开始出错被锁落的菜鸟,一路摸爬滚打,才坐上今天的位置吗? 最后还收割了男神进冬,走上了人生巅峰,所以,别气馁,先给自己定个小目标,比方说先把小蕾宝宝拿下,切洗脸,我是位于法度打CALL的分割线,除了这部守卫, 这浮出水面窝里高爽的另一部剧,在湖南卫视黄金剧场刚刚结束,求收起义他在里边饰演的是一阵一邪的语法度,说起这个角色那可厉害了,他是周恩来介绍入党的,是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实施场,但是呢,这个人后期有些放飞自我,加入了国民党的阵营, 这样一个人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,可是高爽在饰演起来,也是分分钟带你入戏,和人表白起来,也是毫不含糊,看着深情的眼神,看着专注的表情,你能想象表白的对象是个,来人吗? 可能是压抑久了,高爽饰演的于撒度,毫不隐藏他的报道总裁属性,一路开挂,动不动就来个用眼神杀死你,你体会下,看于撒度那俊美的侧颜,看那紧缩的双眸,真是缩到炸垫,仿佛能看到马平的荷尔蒙炸裂感,要为他打扣, 前一秒还是小位受任小可爱,后一秒就已经是攻击全开的于撒度,两种模式自由切换,高爽玩的溜溜溜,我们看的也是分歪过瘾,这就离不开演技,静可攻,腿可守,可以是可爱的受虐狂,也可以是霸气总攻, 可是,我们两种都爱是怎么回事,高爽说起于撒度这个角色,他有自己的琢磨,拥有多面性于撒度不是个反弹,但也不该以完美去定义, 同样一个人一件事,站在北京看,站在国外看,站在月球看,站在银河看,唯独都不一样,是历史洪流造就了每个人命运, 如果没有深入研读资料和细心传魔角色,只是狭窄的看待他人的某一个阶段,很容易给观众一种他就是那样一个人,怎么样,帅不帅,作为一个演员, 高爽非常低调,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的他,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,都沉浸在了画剧中,我们都知道,画剧是一门综合艺术, 他对演员的磨练,是其他任何艺术,都不曾有过的严厉,高爽就像一颗仆虑,在画剧一层层打磨中,越发浑厚温润,散发出盈盈的光芒, 含蓄而持久,也因此,高爽逐渐被大众发现,2017年是高爽全面开花的一年,守卫者浮出水面,将军在上,修收起义都是重头戏, 他也曾于2016年被周静时邀请参加美人鱼的拍摄,饰演阿郎,更多的时候,因为其扎实的演技,非常符合中国人审美的他, 经常是出现在红色主旋律影视中,担当男一号,比如,2009双生花饰演男一号行天,2011的红叶谷中,饰演绝对男主角刀子, 因此,他收获了众多的,广泛的,中年妈妈们的关注,如今他终于不再偏刻,意识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性,凭借守卫者浮出水面里的销泪,就已经收获迷媚无数, 我妈也是他的粉丝,觉得这小伙子长得地阔方圆,英俊品牌,特别符合他的审美,来张图感受下高爽荷尔蒙爆棚的颜值, 我是猫奴高爽的伯格线不过,你,能想象到这180的汉子,现实中却是个自身猫奴吗? 行内狂卷是给我们看到,面对他们家猫主子,立马就换上了一副暖心的笑容, 这世上没有高冷,只是他暖的不是你,啊哇,这回我是真的信了人不如猫系列,怪不得迷迷都疯了似的在底下评论, 好羡慕那只猫,都说喜欢小动物的男人差不到哪里去,希望能演到了师长,也能演到了程序员, 上到了厅堂,下到了厨房的上演多多接戏,多多出现在我们面前,意味我们多于相思。